《東京》 就是這位大叔宣佈了這個帶來極大影響力的結果 正因為這個結果 東京的房地產業界一下子反彈回升 如今買賣成交白熱化還越吹激烈 我是三千價萬字 上個月營業百 一千五百一十八萬 我跟隨屋代科長 擔任地產營業部經理 請多多指教 那家屋由我來賣 從來就沒有我賣不出的樓 放年東京新澳成功舉國歡呼 到2016年房地產市場恢復暢旺 今天是2021年7月30日歷經五年 因為疫情的關係 東京奧運延遲了一年 而我們香港隊也在今年的奧運 奪得了歷史佳積 截止7月30日今天 我們已經獲得一金兩銀 也是繼李麗珊以後 香港獲得的第一面金牌 而何師賠選手更是聯獲兩銀牌 而中國隊方面 截止今天已經獲得18年金牌 獲得第一位的好成績 我們繼續為中國隊和香港隊加油 7年前 我們世紀21中華物業進軍日本市場 至今亦不斷努力和成長中 從一開始的辦公室中 到東京有我們自己的旗艦店 再到港區東京鐵塔附近 有我們自己建成的大樓 除了東京之外 我們還進軍大阪 在大阪建立屬於我們自己的王國 這兩棟就是我們自己開發的大樓 還有在大阪的旗艦店 之後我們還成功邀請到 酒井發自成為我們公司的代言人 為我們公司拍攝廣告 日本追尋21世紀遊閒快樂 體驗全亞洲最宜居城市 酒井發自歡迎大家來日本旅居置業 享受高品質生活 各位歡迎來到日本 我們世紀21中華物業放眼全世界 分別在香港、澳門、上海、東京、大阪 都有屬於我們自己的旗艦店 無論你身處在哪個城市 都可以找到我們 了解全球的房地產最新資訊 除此之外 此同時我們還將香港的美食文化 帶來日本 所以香港自民努力一定可以成功 所以快點加盟我們 我們也是香港一二手樓買賣專家 值根香港放眼世界 香港澤根20年 我們是世紀21中華物業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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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